黃碧雲議員 主席 剛才劉慧卿議員所問的是問法律顧問 但法律顧問講完之後你都沒有答 現在我們想你解決的是一個法律意見 就是說當一個議案提出的時候 主席有沒有權不容許委員去辯論的情況下 就要求我們立即表決 請法律意見 而我們想聽法律意見 而不是想聽主席的意見 主席有沒有這個權 法律顧問 主席 我理解的是剛才就主的議案 你是建議給委員會考慮是否應該進行一個辯論 然後才表決 現在我們在程序上就是剛剛在那個位置 那就是我們現在可以辯論了 是不是 我現在是再重新一次剛才所說的說法 希望大家不要有任何的誤會或者再將它誤解 就是有爭論說對於我應不應該作為主持這個 包括到現在已經白紙開始寫出來的了 這個要最清楚了 這個需不需要辯論 我現在是交給大家 整個委員會就決定 我給田北俊議員再說文 我就作出這個